被誉為東方諾貝爾獎的唐獎 共分為永續發展、生技醫藥、漢學和法治四大領域 首屆唐獎頒獎典禮18號在台北登場 五位得獎者從總統馬英九手中接下獎台和證書 我非常幸運在這次的大領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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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看到 我是唯一人在衣服,不是衣服 我感受到這次有一個女人 我希望這是一個証明 未來會有更多的 將會將會進行? 升級醫藥獎得主詹姆斯·埃利森與本書佑 分別發現CTLA-4和PD-1的免疫細胞 為癌症治療立下里程碑 本書佑表示他發現的PD-1抗體 已經成功引進日本製藥產業 希望持續推廣類似模式 產學兼互利互惠 漢學獎方面,得主余英時認為 漢學已經走上徹底全球化的道路 沒有國界之分 漢學陣營必須不斷擴大 才能夠吸引更多的年輕人投入研究 法治獎得主奧比薩克斯 常年為南非人權奮鬥 成為首件法治獎得主 薩克斯十分興奮與榮幸 作為一個人 作為我們經常做成團 唐獎由潤泰集團總裁 尹燕良創立 今年是第一屆 提選全球優秀研究人士 以國際級的規格運作評選 期許將台灣帶入國際 也讓世界看到台灣 唐獎交易基金會 一成立就依據 尹燕良創辦人的期望 以國際級的基金會運作 來推動11國際級獎項 在評選委員會設置及延聘 候選人的推薦 評選作業的進行 經以國際高度運作 不分種族及國際 以得獎人對世界有創新 既影響力 及實質貢獻為評選的準則 為了讓民眾更了解唐獎 唐獎教育基金會 一連舉辦了展覽、音樂會等活動 同時也安排五位得獎者演講 讓更多專家和學者 了解得獎人的成就 中央設計的 蔡玉婷、陳太平台北報導 蔡玉婷 蔡玉婷 蔡玉婷